大家好今天我代表谷歌这边来给大家做一个工具类APP出海的趋势和投放的一些建议 谢谢大家的回复 我是Best 我是在谷歌在北京 是主要看大中华区的新客户的 我们团队主要是非游戏团队 目前三位小伙伴 Jasmine Claire 还有我自己 然后我们主要会支持Gaming的客户 有三方面的支持的服务 一是根据咱们的产品的模式 会给咱们分析我们的市场的情况 还有具体投放的一些建议 二就是根据您的游行目标 会给咱们的账户设置 包括广告的出价 还有素材的创造和upload等等 有一系列的建议和优化的这种建议 当然我们也会 如果咱们有对竞品和大盘 有些数据上的支持 我们也可以给咱们进行分析 那么我们游戏这边 也是有现代四位的同事 也是同样的服务 如果我们需要和我们 无论是非游戏还是游戏的这边对接 都可以扫我们Ivan同事的微信 跟他进行联系 好今天我们的内容主要分三点 第一就是讲一下工具的APP行业的近况 第二就是助力工具应用出海 我会给大家讲谷歌app campaign的 就是投放APP新客获取的这样的一个介绍 第三就是针对工具类的投放的建议 主要是会cover到我们这个Ads Revenue Optimization 这一个最新出来的一个关于ROI投放的 这个产品的一个介绍 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行业的情况 我们看就是先给大家展示一下工具类 和这个实用程序 它的应用的发展史 因为这个品类其实在多年以前 就已经非常的火爆了 在2014年开始 就会我们看到一些用于增强手机功能的工具 包括快速充电缓存清理等等这些 那么以我们国内的这些和大中华区的开发者是为首的 也是有非常多的应用在出海 而我们看到2016年的有一些创收方面的新政策的一些发布 那么对这一个品类也是造成了有一些影响 而在2018年开始 就是欧洲的开发者为这种T1的地区和市场 像美国欧洲等等打造了一些应用 那么从这种广告变现就转向了订购创收的模式 就是内购变现 像这种远程控制 这个流媒体 就是随着流媒体这种增长 像Netflix 对吧 Disney HBO 这些流媒体 它的崛起 那么我们很多这种远程控制 这个投屏 这种应用也是在 就是在移动端是非常的受欢迎的 那么到了2020年 这个随着疫情来了 那么全全球多地的封锁 居家办公呢就非常的普遍了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像扫描仪啊 图片编辑器这些 跟这个办公相关的应用 就是会更非常的非常的火爆 而最近呢 到最近2022年的这个第二季度左右 我们看到这个工具类 尤其是清理类 其实也有一波非常 就是反弹 相当于说反弹这种趋势 因为整个的大盘的货客成本 其实是非常的低的 形象很多市场可能还不到 一毛美金这样的一个水平 而这个整个大盘的ECPN呢 和以前相比 那反而是增高了 对吧 我们知道物价也在上涨 然后很多广告主也在投放 所以其实这种低买高卖的形式 也是给我们的工具类广告主 应该是带来不错的回收的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整个国家 和不同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分配 那么横轴就是一个内购的收入 纵轴是下载量 我们看 而这个bubble的大小呢 就是IP per download 两个这个bubble呢 就是两个 两个这个2021年上半年 和这个2020年下半年 这个一个环比 两个bubble 那么看到其实基本上 所有的市场都是有不错的增长 而内购比较大的 肯定还是这个美国 英国 日本这些发达国家 而左上角一些这个印度 印尼啊 它是这个下载的次数是比较多的 当然对我们这个清理来说 肯定还是一些T1和T2市场 它的这个广告变现也是更好 那整体的下载量是有16.5%的增长 而IP的内购呢 大概是有38%的增长 那么我们看一个iOS和安卓的这样一个对比 我们看横轴就是安卓的这个revenue index 就是它安卓这边带来的收入 一个就是它代表了收入的多少 纵轴呢 就是iOS这边的收入 我们看更偏向右下角呢 这条 写这条线四十度角 右下角的这些就是比较Android dominant一些 这个品类 左上角呢 就是在iOS这边变现更强的 那么我们看其实iOS是这个在安卓这边 它的收入可能有两倍之多 然后呢安卓其实更多的是相当于说一些手机的管理系统管理的这样的工具类的产品 比如说这个task and app management battery management电池管理等等 而iOS呢 这边是更偏向于这种lifestyle management 就是像productivity 就是比如说像做这个笔记 像做to-do list 计算器 unic converter这种 相对来说因为我们知道iOS的手机机型成本更高 那可能它用户所关注的品类和安卓就不太一样 而且iOS这边它相对来说可能比如说清理类 它可能也是比较少的 更多是安卓这边 好 那我们看安卓端应用呢 其实它是更偏向于广告变线的 我们看右边是更偏向于广告 左边是偏向于IP 中间的是混合变线 这个我们看右边的这些就是更 其实更多品类是偏向于右边了 像VPN可能是在中间一点 但是最右边的像这个手机的系统的管理 文档的管理等等 这些品类其实都是极端的偏向于广告变线 也是我们的广告主其实目前来看 就是更多是做的是广告变线 那我们简单去讲一下这个广告变线的成效的这个趋势 我们看首先左边这个从变线的整个share来讲 这个差页式interstitial和这个就是native原生广告 它是占的比较比例是比较大的 当然还有banner 然后我们看右边 它eCPM的增长率和整个广告收入的增长 我们看rewarded interstitial就是激励差页式广告 它的虽然eCPM有所缩减 但是它的revenue growth其实是非常的高的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最大的一个revenue的一个source 而我们看bubble size其实就是eCM的大小 它现在eCPM的大小 eCPM它大概在5到7美金 也就是说它和appopen这两个品类其实都是eCPM最高的目前 而appopen是最近eCPM增长会比较快的 就是应用开屏广告 它的最近的eCPM增长比较快 而它的revenue growth在百分之100多不到200%左右 那么这两种的广告其实对我们的广告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我们有具体的广告变现的这方面的问题 也可以去联系我们admob这边部门的同事 当然也可以通过我们去给咱们对接一下 好说完了这个行业的情况 我们再介绍一下google app campaign 我相信这部分其实很多广告主如果用过的话 其实也都比较了解了 所以我比较快的介绍一下 这个是整个营销周期的生命周期中的所有的app campaign的产品 我们广告主用的比较多 其实就是1.0 2.5和3.0 1.0就是纯抓新用户的安装 2.5是用一个用户他完成了应用内的事件作为投放的标的 而3.0是用RI作为投放的标的 我也会讲一下ARO这个产品 我们知道app campaign是基于机器学习的 所以一定要给他足够的数据 那我们看ac for installs 1.0和ac for actions 2.5分别需要多少数据呢 我们说每天每个广告系列 它的下载要超过200个 对于ac for installs 然后我们要注意 它的机器学习是在广告系列层级的 而广告组其实是更多的 让咱们上传更多素材 它不会影响我们整体的机器学习的情况 而actions每天要有50个actions的转换 这个是比较足够的 那我们的这个出价呢 其实可以根据我们这边帮咱们去分析一下 整个净品的出价方式 还有整个大盘的CPI和CPA的情况 给咱们定一个CP出价的一个情况 而TCPA呢 我们可以用CPI除以这个 TCPI除以这个事件的发生率转换率 那可以算得一个大概的一个CPA是多少 而这个预算呢 我们就是根据每天大约200个转换 我们就是建议TCPI乘以200 这个是我们每个的系列的一个最低的预算 当然不同的市场呢 可能早期我们是用不同的广告系列来跑的 所以如果咱们开多个市场的话呢 可能每一个广告系列都是要满足这样的一个预算和出价的情况 所以咱们可以早期去大概计算一下 素材的角度呢 就是十条文字 20个照片和20个视频 H5用的比较少 而素材呢 我们定期去广告助理看它的评分 评分有这个best good和low 如果咱们已经积累一定数据的话 它会有这个评分 根据这个评分呢 我们把low去换掉就可以了 那么每次换大概就是20% 30% 也不会影响到机器学习的这个效果 另外就是我们对于app campaign呢 我们要强调就是早期要投放给它一个稳定和健康的一个成长 不要那个太多的去调整 像这样 这条这个 campaign呢 就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方式 budget预算100美金 红色这条线 基本没有调整 没有调整 然后呢TCPI0.45美金 也基本没有调整 它是一个稳定的出价 然后安装量呢 每天超过200个 给这个机器学习足够的信号 让它去进行优化 那么我们说机器学习呢 通常需要14天左右 所以就是前14天 你们的调整不要太大 每次调整也不要超过20%的这个幅度 这样让它慢慢的把这个数据积累起来 它会更多的去优化 投放的这个目标的人群 和它的素材的使用 那都会使得我们的CPI会慢慢的就降低下来 另外我们广告主经常问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们APPCampaign有很多的版本 那我这些怎么去搭配呢 那我就首先一个要注意的 不同的版本呢 它是互相之间的竞争的情况 如果我们相同地区开AC1.0 开两个的话 或者三个 或者更多 它们互相之间就会竞争 如果是1.0和2.0呢 基本上也会相互竞争 因为它们两个是比较接近的 而2.0和2.5呢 基本上如果事件不同的话 它就没有问题 如果事件相同 它也会相互竞争 而1.0和2.5就不会相互竞争 所以它其实背后的原理就是说 首先你的地理位置 同一个国家 第二就是你的事件 如果事件很相近的话 那人群就相近 那它就会竞争 那竞争造成的结果就是你的 因为你本身campaign 你可以把预算放在一个campaign里 那你的带来的数据会更多 你campaign学习会更快 但如果你分成两个 或者三个类似的campaign的话 相当于你的预算就分散了 那你的每一个campaign学习 都不如把它放在一起 去学习的更好 所以就是相当于 对预算的使用率会有下降 所以我们建议早期不要去 就是开台多一样的campaign 那至于工具类 我们是什么样的campaign比较好 后面也会提到 好 我们就讲一下工具类的投放的建议 像我们看左边 就是在appcampaign 不同的版本使用的情况 它的消耗的占比 工具类我们看到 就是安装AC for installs 就是1.0和AC for value 和3.0是使用的比较多的 反而AC for actions 基本上是没有 这个就很有意思 那么AC for value 它的占比其实会比 其他的一些品类要更大一些 AC install也是 因为其他品类我们通常是AC for action比较多 因为它会有很多的默认的这种内构的事件 如果它是一个游戏 它是一个社交 它都是中内构的话 那它有很多内构的事件 可以用来投放 但我们如果是广告变线的话 可能没有很多事件是能直接代表这个 或者说没有很多默认事件是可以直接代表 我们变线的这个目标的和这个业务相关的这个目标 所以其实actions投的比较少 那AC for installs 其实它就是比较简单 它的成本会非常低 量起的也比较快 那通常我们刚开始投放的时候 都会用这个进行投放 那进行到一段时间以后 很多广告主会转向AC for value 那待会我们会讲一下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操作 那它的优势在哪里 COSP Network就是在谷歌的这个流量渠道 它主要曝光在哪里 我们看其实主要是在Google Display Network 也就是在网盟的这个流量里面 因为我们本身这个品类的投放 其实也是在它的这个视频的素材 其实用的也不是很多 也是一些文字和这种图片的这种素材 也在有比较好的曝光 像我们看下面的这个asset type 就是像文字 它占了75%左右 然后这个图片是将近20%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素材 要求并不是很高 那么文字素材 就是可以大家经常的多去测试 一定要上满 多去测试 多去调整 如果我们需要对不同国家 做一些本地化的文字素材 也可以找我们去帮大家进行生成 我们这边有相应的支持 那视频素材这边 其实并不是那么重要的 就是给大家再展示一下 那通常就是数评的视频和6到10秒 10到20秒 就是比较简短的视频 它的效果会比较好一些 那至于文字素材什么样的比较好 我觉得可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同时大家如果有需要看这个行业 或者每个市场 某一个市场什么样的素材 会比较好的话 你可以去跟我们联系 那么最后我也是讲一下 assrevenueoptimization这个产品 就是通过RI进行投放 那么如果我在它的就是简单讲一下 它的概念就是广告支出回报率 就是等于生命周期的价值除以它的广告的花费 也就是说我在用户获取方面 如果花费了一美元 我能获得多少回报 相当 我相信那这个数字 大家心里也是有数的 对我们自己的产品 那我们讲解一下 那它用这个产品 它主要有什么不同呢 那在采用这个ARO之前 它我们比如说可以将留存率 作为这个衡量用户质量的辅助指标 那么我们App Campaign通常那 无论是1.0还是2.5 它会仅关注这个安装量 或者是每个事件的转化 它的目标就是降低每次转化的这个费用 那它就缺少了跟这个RI相关的这种选项 无法扩展这种 无法进一步扩展 我们的广告应用系列 去获得这个 我们想要的这种高净值的用户 这个是没有办法去优化的 我们只关注成本 而用这个广告知识回报率出价策略之后 它会使用ROAS 就是Return on Spend 作为主要的目标 那它会采用高级的这种出价策略 那会获得更高质量的用户 那我们看什么样的应用 适合用这种ROI的方式进行投放 那我们总结了大概有5点 我们一一讲一下 一就是首先仅限于安卓版本 在LOS这边我们还没有这个投放的方式 二就是说 我们的阶段 产品的阶段已经到达了 可以去跑ROI的这样的一个KPI的阶段 而不是说我只是想获得扩量 我想冲绑 那不是说这样 如果是这样的方式 那其实ROI不是一个很好的投放的方法 第三就是我们肯定是 以广告知识回报率作为目标 同时也有这种衡量的一些机制 我们后面会讲 第四就是应用内广告是唯一的收入来源 或者说它占据的绝大部分的收入来源是靠广告 内构没有是非常小的或者是零这样 第五就是说与Google Analytics for Firebase已经集成 就是这是一个必须的 用Firebase里面回传的一些这种广告 add impression的价值进行这种回传和ROI的计算 这个是必须的 那么如果那么这个产品它现在是在beta阶段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谷歌这边的客户知识团队给咱们申请 然后也是比较快的 可能几周一两周的时间申请到之后 我们就可以进行投放 好 下面有不同的几种情况 就是在根据我们广告变线端 不同的接入的不同的mediation platform 如果您是使用admob 那么首先就是要link with这个Firebase 然后您link的时候 我们经常有广告主他会遇到问题 就是说要link不上 通常就是可能是admob账户和Firebase项目 它的所有者不是一个邮箱 那么不是一个账户 可能就是没法关联 所以就是您必须是两个 您的邮箱必须是两个账户的所有者 必须admin right 如果是使用其他的来源 是AronSource Mopub 那么这其中有一些这种代码的要求 这边我就不细讲了 咱们可以扫这些码 去具体的进行参考 如果有问题也可以问我们 通常admob都是主要的一个变线来源 其实操作是非常简单的 那么第二步就是将Analytics Google Analytics的媒体资源 和Google Ads相关联 点这个link 把这个两个账号link上 这样才能把这个事件 和它的广告变线价值 回传 那么事件是哪一个 Step 3 就是Google Analytics Ad Impression这个事件 把这个事件标记为转化 并将其发送到Google Ads 同时也在Ads中用于竞价 也就是说这个事件会在Ads里面显示到 然后在设置广告 逼定的那个地方 可以看到这个事件 然后同时要记得第二步 把Ad Impression事件标为转化事件 Mark as Conversion这块 因为只有Mark之后 这个事件才会记录它的转化的数据 同时回传 好 那么第三步其实就是开始实施这个网络系列了 那么Aro呢 这个刚才说过了 我们首先要申请白名单之后 申请之后 一旦批准我们的销售团 我们客户就可以去建立一个或多个RS广告系列 那么我们建议每个地理位置一个并且在Bidding里面选择这个Ad Impression事件进行优化 然后所有的其他广告系列的设置 其实与现在的这个TRS这个是相同的 那么有几点要注意 第一就是我们这个事件的转化的Conversion window要设置成一周 这是我们最建议的方式 因为太长的话 默认的这种事件是90天 那90天太长了 我们没法给它90天的机器学习的时间 然后去计算而外 这样的机器学习是太长的 所以我们建议是一周太短也不行 太短的话 它的ROI的回传的可能不太稳定 比较波动 单日像这种单日ROI 虽然我知道我们很多边线的单日ROI 可能超过50% 甚至有些单日打正的这种 但是不建议用单日的 因为它回传有延迟 作为单日的这种不是那么准确 最好设置成一周 然后在TRS那块会有一个设置百分之多少的地方 我们设置一个百分比就好了 那么这边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说 在设置这个target的时候 给机器学习 我们要多一点这个学习的空间 不要给它设置的太高 可能我们你们可能观察自己的实际的数据是 ROI一周百分之150 那你不要给机器设一个百分之150的target 因为这样会太高 它早期的起量 不会说一下就到达这个target 那么如果设太高造成影响 就是数据太少 你的CPI会跑得非常高 而且数据量很少 因为它找不到这种高净值的这种大二 所以给它设低一点 先把数据积累起来 然后慢慢的把这个 当你看到有这个数据回传的时候 有比较ROI的积累的时候 你再把这个target再加一点加上去 这样的这个起量才会比较健康 对 好 那今天分享差不多就这样 最后在Google Play这边 如果我们对于这个上架 对于政策 有任何问题 我们可以注册一下Google Play这个学院 扫码进入 这边有非常多的一些案例 一些这个政策的一些分享 可以帮到我们 稍微停一下 好的 然后最后还是最后也是回到这一页 那我们如果想联系的话 就请扫码去联系我们的团队 对 然后PPT可能不能这个分享 那我不知道我们之后会不会写一个 大概的一个概览 给这个给大家总结一下 但是具体的PPT是不能分享出来的 如果我们想了解这个信息 可以扫这个码和我们联系 对 好我这部分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好感谢感谢感谢 非常干货 那个PPT这块是不太能分享 然后我们后续会尽可能的做一些信息整理 然后大家在评论区也可以把一些问题 可能某些不太了解的问题也打在评论区 然后我们在能力范围的 那个能力范围内吧 尽可能的去解决